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刘士忠 日前接受南欧国家蒙特内哥罗的重要媒体 每日新闻专访 报导刊出后 中共大使馆抗议要求撤除报导 对此每日新闻回应无法移除 坚守媒体独立与自由 近期日本境内正受到臭虫侵扰 从饭店床单地毯到电车座椅几乎随处可见 当地清洁业者表示 当前使用的除虫剂对超级臭虫不起作用 而且不少是从观光客的行李 或来自海外油漆的商品中发现 除了东京都外 大阪神奈川等地区受害范围逐渐扩大 引发日本民众担忧 海地几个月来帮派暴力事件频传 使政府面临崩溃边缘 加德比海共同体主席阿里11号表示 海地总理亨利已经请辞 卸下海地政府领导人的职务 南美航空集团一架波音78机客机 10号在半空中急坠 造成机上50多人受伤 有西南交通事故调查委员会表示 将扣押机上的座舱语音记录器 与飞航资料记录器 左手展开调查 西唐人家的电视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